自从2017年川普上任以来,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限制合法与非法移民,包括削减美国政府的难民专案,加强对美国签证的申请和审查。 而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指出,此举将让移民局资源重新整合分配,最终让川普在财政上有更大的分配空间。 克林斯表示,任何这行别转变的目标,都是要将移民局的资源最大化,经过部分重新分配,可以有效减少积压的工作。 移民局将与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密切合作,确保申请人的服务不受影响。 另外,还有有移民局的官员透露,此举旨在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源,来处理南部边境积压的庇护申请。 这可能是以牺牲合法移民的权益为代价的。 尽管川普曾表示,他支援合法移民。 但一些工作人员表示,关闭海外办事处,将使海外移民申请更加困难和费时。 关闭所有海外办事处。 据美国移民局官网显示,美国海外办事处,总共有24个。 先前位于古巴的办事处,已遭关闭。 还剩下23个。 而川普的决定,让美国所有的海外办事处,都遭到关闭。 包括中国北京和广州的两处办事处。 华尔街日报指出,移民局在海外的雇佣人员约70人。 关闭办事处,并召回所有人员,将让移民局省下数千万美元的支出。 USCIS局长西斯纳,周二,在给员工的电邮中说。 他正在将这些本邮驻外员工完成的职责,转移到国内办事处,以及分属国务院的大使馆和领事馆来完成。 电邮称。 如果国务院同意,该机构将在未来几个月内,关闭其国际办事处。 这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我们机构的有限资源。 据两名知情者称。 USCIS计划在年底前完成这一工作。 西斯纳表示。 改变可能是困难的。 可能会引起恐慌。 但她表示。 该机构致力于尽可能平稳的过渡。 移民局发言人杰西凯·科林斯证实。 正如内部分享的那样。 移民局正在进行初步讨论。 考虑将移民局国际办公室的工作量,转移到美国的USCIS国内办事处。 并在可行情况下,转移到美国驻外使领馆。 在此讯息释出之前。 移民局过去就已决定,将根据各地服务的需求,来衡量是否关闭办事处。 像是莫斯科外地办事处。 因为工作量大幅减少,将于三月底永久关闭。 川普前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时任美国移民局局长,莱昂·罗德里格斯·兰·罗德里格斯,也表示。 这一转变,可能是为了削减成本。 目前有美国移民局,在国际上履行的大部分职责,可能将被委派给美国驻外领事馆。 根据现任和前任官员,以及一份内部被忘录显示。 川普此举将影响目前负责处理家庭签证申请。 国籍收养,以及军队成员公民身份申请的和其他任务处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